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先说好 我先讲 我先说吧 我是客人我先讲 你是客人 那我是福建人 我还是海南 什么海南人福建人 我是来做客的 你都知道你是客人 那我是主人是不是该先讲 ok ok 你先讲 来 你看我忘了该说什么 你看连自己要讲什么你都忘记 不知道为什么你每次要跟我抢 我是想一样 你住新山我住壁山 中间隔着两座山 见面都不容易的 不要一见面就抬杠了吧 好好好 可是我跟你讲 我们中间没有隔着两座山 那不是好吗 我们隔着的是Custom 关抢 以前我爸爸讲 他小时候我没有什么Custom 对对对对对 我听说那个时候小朋友啊 在新山玩捉迷藏 竟然可以跑到新加坡来躲 现在过这个Custom 好像爬两座山这样 你是说Custom 就好像隔着我们之间的两座山 不是吗 我过了一次 新山Custom塞两个小时半 那是因为你们行政效率慢的 新加坡也好不到哪里去哦 新加坡Custom我也塞一小时半 那是因为我们查的盐 嗯 查的盐 很不容易上了VKE 那不顺畅咯 一棵大树倒下 你们的树也很有效率哦 怎么说 长得很快了 这也是 也倒得也很快了 那是大风推的 也不是整棵树倒下 就是一些树枝掉在路边这样 那应该不会影响交通嘛 你们校政府很有效率 马上派一辆车来修剪整棵树 你看效率多高了 结果那辆车占了VKE两条Lane VKE剩下一条Lane 又塞一小时 好不容易上了SLE 春趟啦 SLE又塞车哦 我就只好回去VKE咯 VKE去到KJE KJE去到AYE 去到PIE 去到ECP 去到MCE MCE去到KPE KPE 去到TP TP 回来CTE CTE去到PSLE PSLE 你去会考啊 我没路了 这是我们《诗城悬案》的其中的一个小小片段 其实如果你们要知道这个悬案讲的是什么呢 应该来看我们的演出 这样也不是那个小片段 已经在在我们的上司 描述了 有什么小片段 如何进行 是这种四个小片段